欢迎风广集团 华视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视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智慧财产权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这是智慧财产权法 第十一讲次 今天要介绍的是 三标权的概说 首先让我们介绍 今天的讲授重点 我们要介绍的是 三标权之取得 接着是三标权的善师 然后再介绍三标权的使用 最后介绍三标权的移转 好 我们首先来讨论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何谓三标权 三标权人 何时能够取得三标权 三标权的期限有多长 所以三标权的意义是什么呢 依照我们现在的 三标法的规定 我们可以说 三标权就是指的 权利人对于该注册三标 享有专用权 而得在法令限制范围内 自由地使用收益处分 他的这个三标权 并得依法来排除 他人的干涉及侵害 对于这个三标权 我们从三标法制定开始 我们在三标法里面都用的 叫做三标专用权 那么国际上 它是用的所谓的三标权 就是Trademark Right 那这个三标专用权跟三标权 是有所不同的 因为在三标专用权 它可能会发生语义学 跟逻辑上的问题 所以三标专用权 就是好像是指的三标的权能 只有专用的权能而已 好像就没有所谓的排他的权利 没有防止侵害的权利 那么现在新的三标法 就是用三标权 所以我们刚才说它可以有排他的权利 可以防止侵害的权利 另外就是三标权的范围 好像你在谈三标专用权 它仅仅限在三标的专用 但事实上三标权人 它可以自由地使用收益 处分三标的权利 所以它不仅仅限于在专用上面而已 那么因此我们现行三标法第33条 它就规定了三标的使用的权利 在什么时候开始 你可以取得三标权 就是我们三标法的第三三条 就是说三标至注册公告之日 当天之日起 由权利人来取得三标权 三标权的期间是十年 那么这个每一次你可以延展 大概十年 所以三标至注册公告之日起 取得三标权人 有权利人来取得三标权 这个是跟92年5月以前的 从注册之日是有所不同的 那依照我们三标法第32条 第二项的规定 这个经过审核 审核审定的三标 申请人应该在审定书 送达之后两个月之内 缴交注册 废之后使予注册公告 并发给三标注册证 所以这个就跟我们在修正之前的 注册之日起 这个主要的差距 就是在议议程序改为 这个注册后议议 同时我们在这个注册的费用取得之后 就给予注册公告 于三标这个公报上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改成 从这个注册公告的单日 能够取得三标权 那与修正之前的这个差异性 大概是在这个部分 那再来呢 三标的存续期间有多久 我们刚才说了 它的存续期间是十年 但是你可以来申请延长 那这个每一次申请的延长的期间 最多也就是十年 也就是十年 我们请看第二个案例 甲公司经核准注册的商标 已五年未使用 以公司以相同或近视该商标的标志 申请注册 可否核准以公司的注册呢 这个我们是来谈到商标的上司 我们看到呢 商标法第三十条它有规定 他说呢 商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呢 是不得申请注册 其中的第十款说了 相同或近视于他人 同一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之 注册商标 或申请在线之商标 有致相关消费者混淆误认之余 但既该商标 注册商标或申请在线之商标 所有人同意申请 且非显署 不但者不在此限 我们这一款呢 是对于申请在线的 或者是以注册商标的一种保护 我们基于呢 先申请注册原则啊 当两个商标发生冲突的时候 那么应该以申请注册在线的 作为呢 这个取得商标权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啊 如果这个该注册在前的这个 相似的商标 如果它已经被废止了 或者它已经被撤销了 或者是它当然的消灭而不存在的时候呢 那就没有这第十款的适用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商标最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在识别商品或服务的来源 所以当相关消费者对于商品或服务的来源 如果有产生混淆误刃的时候 那我们当然要禁止 可是如果原来的商标已经 它被废止了 它被撤销了 或者是当然呢 它善失它的效力的时候 这当然就没有第十款的适用了 因此呢 我们看到第六十三条呢 它就规定了 它说呢 如果没有正单理由 器位使用 或者是继续停止使用 已经满三年了 那商标端子的机关呢 就应该要依照职权 或者继续申请呢 来这个废止它的注册 但是被授权人有使用者呢 这不再实现 所以我们知道 如果它在使用的话呢 当然它是不可能被废止的 那使用的话呢 它要有两个要件 至少要符合三个要件 第一个呢 就是使用人 它在主观上 它的必须呢 为行销之目的 而使用这商标 第二个呢 它是要在这个客观上 必须要足以使相关消费者 认识它是一个商标 第三个 当然这个商标本身是有价值的 是有存在的 那么这个时候 商标是不是会当然消灭 这个商标权呢 我们说它当然的消灭原因呢 是有四种情形的 第一个 它的消灭 第一个是当然的消灭 第二个 它是因为被撤销而消灭 第三个 它是因为被废止而消灭 第四个 它是因为被抛弃而消灭 那么我们说 如果它是因为被废止而消灭的话 被废止而消灭 它是这个直悬废止 还是要依照呢 申请来废止呢 像这个本案呢 我认为它应该是 要依照申请而废止的 要依照申请而废止的 所以主张呢 三标应该被废止的人呢 它就必须 它要提出举证 它要去申请 这个 废止 所以申请的时候 要用书面来申请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有一个案例呢 就很简单的一个案例就是 台湾烟酒公司 台湾烟酒公司啊 它曾经啊 它用这个台湾清啤 还有一个叫做台湾清啤酒 这两个呢 这个三标呢 来申请 那这两个三标来申请的时候呢 结果呢 在申请注册的时候 有一家叫做台湾清啤酒公司呢 它就认为你台湾烟酒公司 这两个三标啊 这个跟它的三标近视 所以它提出异议了 那提出异议了以后呢 这个台湾这个烟酒公司 这两个申请注册的三标 已经核准了这注册三标 就是台湾清啤跟台湾清啤酒三标 就一直都没有在使用 而一直没有使用 经过了三年之后呢 这个台湾清啤公司呢 就认为说你应该被废止啊 所以它就申请 这个三标呢 要被废止 那这个台湾清啤酒公司 它就说呢 我没有使用啊 是我有正单理由 跟这个三十条第十款啊 说是无正单理由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说我有正单理由 因为我们正在异议之中 那我是怕被刑事诉讼 或民事诉讼的影响 所以我一直没有使用 可是最高法院认为说 你这个理由是不存在的 因为这个你在意义之中 你在使用三标是可以的 这只是呢 意义之中的一个争执而已 但你用这个理由呢 就并不能构成正单理由 所以如果说 今天我们的这个六十三条 你在使用呢 这个三标 已经申请三标之后 你没有继续使用 这个经过三年以上呢 我们是可以将你的废纸的 所以呢 这个义呢 这个使用的时候呢 它没有在使用 相同或近视三标的时候 那它可以去申请注册 因为前面的三标已经失效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甲进出口贸易公司 所生产的产品 都有附上该公司的商标 该公司与在美国的进口商签约 约定全部外销给美国的进口商 不得销售给其他的美国公司 并且约定 其所生产的产品 也不得在台湾贩售 为配合产品以及顾客的需求 该公司将商标的字体大小 稍加缩小 试问 该公司有没有使用其商标呢 好 我们这个案子呢 讨论的是商标的使用 那根据商标法第六条的规定 这个商标的使用 是指的 以行销之目的 将商标用于商品或服务 或者是其他有关的物件 或者是利用这个平面图像 数位的影像 电子媒体 或是其他的媒介物 足以使相关消费者来认识 它是一个商标 那这是对于商标使用的一个定义 那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商标法第六十四条 它的规定 六十四条是规定商标权人 它实际使用商标与商标注册的商标会有不同 那么依照我们社会一般的通列 如果它不适于统一性的话呢 应认为它有使用其注册商标 如果没有正单理由器位使用 或继续停止使用已满三年 那商标专责机关呢 可以依直选或据申请来废止它的这个注册 所以我们现在呢 可以将这个商标呢 这个使用所应该注意的事项呢 我们再做一个整理呢 我们可以分成六点来说明 第一个呢 就是商标的使用 应足以使一般的这个商品的这个购买人认识 它是表彰商品的一个标志 第二个呢 商标实际使用的图样 应与原注册图样一致 第三个呢 商标的使用方法 应与行销之目的 使用于商品或服务上 也可以标示于商品包装容器 标帖 说明书 标签 价目表 广告 行录 或者其他有关物件 或者利用平面图像 数位影音 电子媒体 或其他媒介物 所以使相关消费者呢 认识它是一个商标 第四个呢 是简送所使用的证明 应有日期标示 第五个 倘若公司的名称 特举部分 与注册商标图样相同 并将公司的名称权衔 以普通使用的方式 标示于商品的话 它并不是呢 属于商标的使用 第六个呢 非以独立商品行销 为目的之正品 而是用来促销其商品或服务 与其使用的商标 视为促销商品或服务的 这个商标之使用 好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知道呢 如果说按照这个的解释上面呢 就是你所使用的这个实际的图像 应该要与原来的图样一致的话 这样子看起来 好像这个案子也会有问题了 因为它原来这个申请的商标的字体是比较大 那它现在所使用的字体呢 是比较缩小了 那这样子呢 是不是会跟这个要与原来的申请的注册商标 要一模一样呢 这个我们说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刚才我们在六十四条已经告诉各位了 如果依照我们社会上一般的观念 认为它不会失去它的统一性的话呢 那么我们还是认为它有在使用这个商标的注册了 所以它今天我们这个进出口贸易公司呢 是为了要配合它的包端的大小 客户呢 它的需求 所以它将这个字体呢 做的一个缩小 等比例的缩小 那在这种观念上面 我们一般人是可以接受的 一般人可以接受 所以各位现在 其实到超市上面去买 买这些饮料啊 你可以看到很多瓶砖的 所以罐砖的饮料 它上面那个商标啊 都变得很小 为什么 因为它配合它的包装的关系 所以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是它有在使用的 好 那现在 它说如果我们这个产商呢 它因为跟美国签约 它只能卖给美国的进口商 而不能够去卖给其他人 也不能在台湾来使用 所以这个算不算有正单理由呢 什么叫做正单理由 我们说有正单理由 是指的这个商标权人 于事实上的障碍 或其他不可归则于自己的室友 以致无法使用这个注射商标而言的 那我们可以知道 今天这个贸易商呢 它是在台湾来申请了这个商标 但是它申请了商标以后呢 因为它受到的契约的限制 它无法在台湾来使用 但是呢事实上它已经有在出口 所以呢我们认为呢 这个产品是由我们中华民国领域之类 经过合法的报官程序 出口外销到这个美国 所以呢实际上它来讲 它是有在使用这个商标 它并不是没有在使用商标 那使用的商标显然我们这个案例里面 可以让各位知道 商标使用不一定一定是限于 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境内来使用 如果今天这家产商 它已经是合法的申请这个商标注册 而且呢它也合法的在中华民国境内 这个依照公司法的规定申请了公司证照 然后呢它在从事它的商业上的行为 那么在从事商业上的行为 它是由我们台湾来制造生产之后 外销到国外去 那么在契约上面约定 它必须受到某种条件的限制 不可以在中华民国境内来使用 它的商标的时候 那实际上我们的认定是因为 它有在这个使用商标 因为它是从中华民国境内出口到这个境外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仍然是认为它有使用 甚至于它不自己不需要使用 如果说今天这家公司呢 它本身没有在使用 但是呢它有将这个商标 授权给它的子公司 或者是授权给它的这个海外分公司 那么在海外的分公司 仍然依照它的这个商标注册的这个标志呢 在它的商品或服务的包装上面 或者在它的容器上面 或者在它的平面媒体上面 或者是在它电子媒体上面 有在使用这个商标的话 虽然它自己的本公司 本身是没有在使用 但是它在海外的分公司 或者是它的子公司 仍然在使用这个商标的话 我们在解释上面也认为呢 它是有在商标的使用 所以本案呢 它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商标的字体变缩小了 这个依照我们社会上 一般的观念来认为 它是没有影响的 它是仍然有在使用的 第二个呢 就是虽然它依照契约的规定 它无法在中华民国境内来使用 但是呢 它是从中华民国境内外交到美国去 所以我们认为它是有在使用这个商标的 好 那么商标使用 借账完毕以后 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个案例 甲授权已使用其注册商标后 以及销售该商标的服饰 时隔五年多 甲优于丙签订商标已赚合约 并将甲乙间的授权契约当成附件 事后 丙对于已所贩售的商标服饰多所妨碍 甚至只称为仿冒品 已认为丙已同意寄售甲 对于已就其商标所付的授权义务 即已有权继续使用其商标 于是已丙发生争执 已乃提起确认之术 并要求丙因隆人已继续使用商标 并不得妨碍干扰 试问 已的主张有理由吗 好 我们这个案子呢 有两个真点 一个是谈到商标的授权 一个是谈到这个商标的移转 那这个刚才我们在前面一个案子 已经讨论过商标的使用 那现在我们来讨论商标授权的使用 这个案子是实际的案例 在我们民国98年这个法院 这个法院民宿日第7号的一个判决 我们来跟各位做一个解说 好 首先本案的真点的第一个 就是这个两兆之间 对于戏征的这个两个商标 有商标授权使用的关系 还是没有授权使用的关系 我们说这个戏征就他们这个三标 是有授权使用的关系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按照这个契约来承担 所谓的契约承担是指的 契约单是人将其因契约所生的法律上地位 概括地移转给承受人 那承受人承担者非仅限于 让与人享有之债权及负担之债务 而且他急于因契约所生的法律上的地位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丙 他在签订这个戏征移转这个合约之际 他已经同意了他要承担这个授权契约 为什么我们说他同意了呢 因为他在这个契约的附件上面 他已经当作这个授权契约的一个契约 成为他本约的一个负约 而这个时候呢 这个丙在签订这个合约的时候呢 他并没有为相反的这个反对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应该是已经同意来承担这个 戏征的授权契约了 那本案的真点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三标授权呢 他没有经过登记 那甲公司跟乙公司呢 他们在进行这个三标授权的时候 他没有登记 那没有登记会怎样呢 那我们就看看我们的新三标法 第39条第二项的规定 在39条第二项的规定 他说呢这个前向授权呢 非经三标专制机关登记者 是不可以对抗第三人的 那我们说三标权的移转 是指的三标权人 将他的三标权移转给授与人 授让人 那授权人呢 依照这个授权时的权利状态 他可以取得这个三标的这个使用 收益处分等等权利 所以依照我们的新三标法 第42条这个三标权的移转 虽然说非经这个三标专制机关登记 你不可以对抗这个三标权人 但是这个丙 他在签订这个细征移转合约的时候 他已经一并的承担了假公司 跟乙公司的授权契约 所以丙公司呢 他以未经授权登记为由来否认 是不能够被认可的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 第39条第二项规定说 前向这个授权非经这个三标专制机关登记者 不得对抗第三人 那所谓的不得对抗 所谓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是指的这个授权行为 与其他的权利行使 是可能发生冲突了 他可能会发生矛盾 或者是相互抗衡的现象 如果发生这些现象的话 他就必须借由登记作为判断权利归属的标准 那这个所谓的对抗制度 这种制度的设计呢 他实际上是为了要保护 善意信赖登记的 善意信赖公事原则的 善意信赖这个公事外观的 这个交易的安全而设定的 所以我们说所谓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这个第三人 当然应该是仅仅限于在该授权行为 因为登记与否而可能发生权利义务冲突的 可能发生这个矛盾的 或者是这个可能发生相互抗衡现象的一个善意的第三人 所谓善意的第三人就是指的 非因自己的故意或过失 对于这个事项 他不知情或者是他无法得知的这种情形 所以今天虽然是条文上面讲的第三人 但是这个第三人 他并不是泛指任何的第三人 那本案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丙啊 他在跟甲签约的时候 明明他就知道甲跟乙的授权契约 成为他本约的一个附件 所以他显然很清楚地知道 甲呢是有将这个契约呢 将这个三标呢授权给乙去使用了 那么因此呢 这个这个丙呢 他已经很清楚地知道 有这个授权契约的事实存在 所以他当然是不可能是 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个第三人 他也不可能成为所谓的善意的第三人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这个丙呢 他要主张说 因为你没有登记 所以你不可以对抗我的善意第三人 这种说法是讲不通的 那我们刚才已经跟各位介绍到 这个这个契约承担 现在我们再来讲到债务承担 说债权债务啊 如果它是概括的移转 所谓债权债务概括的移转 它只是说 这个把全部或某一部分的特定的债权 或者它的债务呢 全部呢移转给受让人 而不是仅仅将权利或义务 分别的移转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在这个案子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移转应该是包括了 所谓的债权与债务的两个行为 它同时做了一个移转 那么如果我们就这个前面呢 我们在一开始谈到 这个契约承担的时候 说是契约承担是指的 契约的当事人 将那契约所生的法律上的地位 概括的移转给这个承受人的话 那在这种概念之下 它是属于承担契约上的地位 可是如果今天 它是一个这个债务的承担 而不是一个契约的承担的话 这两个概念就会有所差异了 那这为什么有所差异的话呢 因为我们看到呢 这个民法294条 是讲的这个债权的论语 那这个债权的论语啊 单纯的债权论语 跟契约的这个承担呢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单纯的债权的论语 它是不需要经过他人的承诺 所以我们说 如果说债权论语的话 它是只要原债权人 与受任人之间 他们有论语的合议 那这个时候呢 论语契约就成立生效 不需要经过债务人的同意 所以呢 今天如果贾跟丙签了一个契约 然后呢 将这个授权契约 这个三标授权契约 当作附件 论语给了丙 那假设这种情况之下 是一个债权论语的时候呢 至于要不要得到乙的同意呢 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在这种案例上面 他不需要经过这个乙的同意 那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债权的 这个债务的这个论语的话 如果他用到301条 是第三人这个签订了 这个债务承担的话 非经过债务人的这个承认呢 对债权人不生效力 好 那假设今天 这个债权债务的移转 假将他的债务移转给丙 那丙呢 他承担了这个债务的时候 那丙呢 当然他被授权人 他不会反对的 所以如果是用债务承担的案例 这个案子也没问题 所以我们本案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说在债务的这个 这个三标授权使用的时候 他没有经过登记 他只是不得对抗第三人 然后三标权的移转呢 又因为本案的契约呢 他整个移转过去了 所以本案呢 这个丙的看争呢 是没有道理的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讲的是三标的权力的取得 三标权力的善施 三标权力的使用 三标权的这个移转 跟他的这个授权的部分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